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公務員事務局昨天向立法會披露了一項數據 原來在上一個財政年度 即是20192020年度 仍然有1597名公務員子女 領取海外教育津貼 前往英國留學 這個數字當然就相當誇張 九七之後到現在都已經24年了 原來還有那麼多公務員子女是拿著公帑去英國讀書 談何愛國呢 口口聲聲又或者去宣誓 要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要擁護香港基本法 還去英國留學 又說去大灣區 而第二宗消息就是根據大陸自己公佈的 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20顯示 大陸最多移民的目的地就是美國、日本和加拿大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說一下到底昨天公務員事務局 他們那項數據是怎樣的 在上一個財政年度 還有1597名的公務員子女 是領取海外教育津貼的 總開支就是港幣1億元 這個數字當然是很誇張 你九七回歸已經24年了 你這一行的海外教育津貼仍然是運作當中 但是公務員事務局的回應是很奇怪的 他們怎麼說呢 他們就說 這個海外教育津貼計劃已經是不合時宜 但是沒有計劃去檢討或者改變相關政策 這真是好笑 你都認為這一項計劃是不合時宜的時候 就很應該是取締了它 取消了它 為什麼你還說沒有計劃去檢討或者改變呢 不合時宜 但是又沒有計劃檢討或者改變 你繼續保留它 是不是 這個答案是不是很搞笑 是不是充滿著邏輯矛盾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說 截至去年12月31日 仍然有大約5萬名的合資格公務員 是可以領取有關福利的 但是隨著這些合資格公務員陸續退休 領取有關福利的人士也會逐漸減少 而這項津貼的上限 已經是獲得了2006年的立法會財委會通過 不會再調整 直至這項津貼全面取消 這個取消就不是主動取消 只不過你是等那些人退休 退休再拿不到這項津貼 才會取消 所以你是不是要檢討 現在就應該 直接剪掉它 是不是先洗一整億公帑 一味只有口來叫外國口號 實際上你行動就做另一件事 這些是不是說一套做一套呢 包括了就是 這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的兒子 都是去外國留學的 去澳洲留學的 你去澳洲留學沒問題 一般很多中產家庭的子女都去 英美澳家那裡留學的 問題就是你不斷在香港搞了那些什麼教育改革 稍後又說要 改革這個通識教育科 滲入一些外國元素在裡面 諸如此類 你搞那麼多事的時候 原來你自己的子女都不在這裡讀書的 你哪有說服力 包括這個做頭的 行政長官林鄭 他那兩個兒子都是去英國那處 呼吸流學的 你哪有說服力 一味叫人愛國 又說叫香港那些大學的畢業生 就回大灣區那處工作 這樣那樣 什麼你都說大灣區 你就學你都回大灣區 是不是 對呀 所以現在工聯會的郭偉強提出的建議 我認為他說得很好 他就說當局應該考慮改善的計劃 使得公務員的子女可以去大陸升學 說得好 大灣區有很多好的學校 是不是 有中山大學 有溪南大學 有汗頭大學 有很多說得出的 一大堆 去那些大學升學 要不然你怎樣來培養那種愛國的情緒 現在你那幫高官 開口埋口 就叫香港人 去大灣區 就業 就讀 不要緊 你叫得人去的時候 麻煩你安排了自己的子女 先去 你叫得人去 你自己也要去的 知二行合一是很重要的 你叫人去的時候 你自己不去 那你有什麼資格叫人去呢 首先你做了 你做了之後 別人的響不響應是一回事 你沒有理由 你叫人去的時候 你自己也不去 自己的子女也不去 你自己的子女就是補 別人的子女就是草 那講不講得過去呀 所以那些傢伙自己也反省一下 為什麼你講話的時候 沒有什麼人聽你說的 一定背後有個原因 沒有人反省的 你自己也不做的 你叫人去做人 當然是不理你了 真的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一下 大陸公佈的最新一份移民報告 原來在2019年 中國大陸全年有1073萬人移民 這個數字也很驚人 1073萬多過很多國家的總人口 哈哈哈 移民海外的人數是全世界第3位 排第1位是印度 第2位是墨西哥 第3位是中國 這份報告有名堂 就叫做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20 是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所出版的 這個篇寫的是中國全球化智庫 和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 所以這些是正式的文件 不是吹出來的 真的有本這樣的書 有本這樣的報告 好了 根據這份報告顯示 中國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第1名就是美國 有288萬人 第2名就是日本 也有78萬人 第3名就是加拿大 69萬人 3個都是西方文明國家 日本也算是西方 當作脫瓦入歐很久 這個人就 好了 全部3個國家 不多不少都被大陸罵過 但是有很多人去 好了 這份報告顯示 教育就是中國人移民的首要原因 中國留學生的出國留學熱潮 是有增無減的 近這10年 前往美國就讀高中的 中國留學生人數 增加了98倍 哇這個真厲害了 增加了98倍那麼多 而且留學低靈化趨勢就越來越明顯了 即是說出國留學的時候 可能以前都是去讀大學 讀研究院 現在就去讀高中 甚至有些是初中讀小學 所以你留學就低靈化了 大陸的趨勢就是這樣 但是特區政府就說到大灣區那些 就讀環境好像很好 又說到有些公務員就想安排自己的子女 去大灣區就讀 為什麼好像跟全國的大勢有差別呢 人家就趕去外國留學 你就叫人去大灣區留學 那麼奇怪 別人說教育是 首要移民的原因 好了 繼續講講這份報告 這份報告又引述了 2019年的美國門戶開放報告 裡面就提到 在18-19學年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數目 有369,000人 佔了美國國際學生人數的 3乘3 另外他們又引述了 2019年的英國留學生報告 原來 去英國就讀的中國留學生 就有16,000人 佔了全英國國際學生總數的 2乘3 反映到 中國仍然是美國和英國的 最大國際留學生的 來源國家 那就很厲害了 是不是 那麼多學生走到外國留學 都不留在中國就讀 中國那麼多好的學府 說得多麼完善 那個教育制度 原來那麼多人去外國 那怎麼解釋呢 不如特區政府出來 解釋一下 這份報告應該怎麼來看 哈哈哈哈 他是這樣寫的 我只是說而已 你又吹捧到大陸很厲害 很厲害了 那個教育制度怎麼好 很多人嚮往了 為什麼大陸那些人又不是這樣想 又奇怪 大陸那些人不是這樣想 他教育是移民的首要原因 為了自己的子女的教育 全家移民的也有 這份報告是 那麼奇怪 跟特區政府說的東西 好像有點不同 我看到一份文件 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在教育方面又怎麼做呢 特區政府就支持香港的專上院校 在粵港澳大灣區辦學 發揮香港高教界的特點 和國際化的優勢 不僅是有助 將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化的教育基地 亦都為粵港兩地的學生 開拓更多協同創新的機遇 哈哈哈哈 人家就開始在外國讀書 你就叫香港的學生去大灣區讀書 最後有多少人 自願聽你說呢 我就是有個疑問 最後就要分享一宗好人好事 李嘉誠基金會昨天宣佈 長華系創辦人李嘉誠先生 在立春日 就向香港的醫護人員送出了春天的禮物 就是向醫管局全體九萬七千名的工作人員 派發了一張心意卡 李嘉誠基金會就說 這些心意卡會送到國家醫院的時候 醫護人員手持著這一張心意卡 從二月八號到五月三十一號 就可以在全港的八街店舖 換取和使用兩百元的現金券 這一張心意卡裏面就這樣寫 多謝你們一直守護香港人的健康 我和全港市民一樣 內心都為你們鼓掌 一點心意與你共勉 下款就是 李嘉誠致敬 2021年2月3號 好人好事是值得 整個社會來 表揚和鼓掌 當然 你以為現在 九萬七千人每人兩舊水 計算都不超過兩千萬 問題就是 起碼他肯去做 有沒有其他人會做 暫時未見到有 起碼他就開創了先河 希望後有來者 我真的想問一下李卓人一句 喂在十幾年前 他怎樣來租質誠哥 印他的大頭肖像出來 然後在他肖像面前 裝香 極盡侮辱之能事 一味就只懂得用一些很猛烈的言詞 將誠哥批評到體無懸夫 喂 你現在看到誠哥做了那麼多好事 今次就說 向九萬七千名的醫管局員工派發 兩百元的百家現金券 去年也做了很多 輔助了很多的中小企業 下飲食業 下幾個行業也有份 旅遊社 喂 那為什麼你那幫做政棍 自己不出來說半句公道說話 批評人的時候就大大聲 到人家做好事的時候 你就完全不出聲 一味就只會叫香港人去撐拜登 你有什麼作為才行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